巴西独立日是巴西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用来庆祝巴西于1822年9月7日宣布独立 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的重要历史事件 以下详细描述巴西独立日的由来 意义 庆祝活动 以及对巴西国家认同的重要性 一 巴西独立日的由来 脱离葡萄牙统治 巴西独立日的由来 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 当时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长期受到葡萄牙王室的统治 然而 随着葡萄牙本土发生政治动 巴西开始探索独立的可能性 国王佩德罗一世 1822年 巴西的著名政治家佩德罗一世 宣布巴西独立 并成为巴西的首任皇帝 这一事件标志着巴西独立运动的成功 巴西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2. 巴西独立日的意义 国家独立和主权 巴西独立日的意义 在于庆祝巴西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这一重要事件确立了巴西的独立地位 结束了对葡萄牙的依赖 让巴西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 国家认同 巴西独立日也体现了巴西人民的国家认同 这一天让巴西人更加自豪和自觉地认同自己的国家 展示巴西独特的文化 历史和价值观 国家建设 巴西独立日还提醒人们团结起来 共同努力为巴西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这一天鼓励人们缅怀过去的奋斗和牺牲 并思考如何共同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 三 巴西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游行和仪式 巴西独立日通常以盛大的游行和仪式开始 人们身着巴西国旗的颜色 穿着传统服饰 沿着街道游行 展示国家的荣耀和自豪 烟火和音乐表演 独立日晚上 人们会观赏烟火表演和音乐表演 这些活动带来欢乐和乐观的氛围 让人们共享国家独立的喜悦 体育赛事 独立日 也是巴西体育赛事的重要日子 足球比赛和其他体育活动 在独立日期间举行 人们可以围绕着体育场 一同庆祝国家的独立 四 巴西独立日 对巴西国家认同的重要性 文化多样性 巴西独立日 彰显了巴西的文化多样性 巴西是一个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的国家 拥有丰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 独立日提醒人们 这种多样性的重要性 并鼓励人们尊重和珍惜彼此的差异 国家自豪感 巴西独立日 加强了巴西人的国家自豪感 这一天 让巴西人更加意识到 自己是巴西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并且愿意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做出贡献 国家团结 独立日也是巴西人民团结的象征 这一天 人们忘记各种分歧和分裂 团结在一起 共同庆祝国家的独立和自由 国家建设 巴西独立日 鼓励人们思考国家的未来和发展 人们被激励着共同努力 解决社会问题 促进经济发展 改善生活条件 为巴西建设一个 更加繁荣和美好的国家 结论 巴西独立日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用来庆祝巴西的独立和主权 同时也强调了国家认同 国家建设和国家团结的重要性 透过盛大的游行 烟火表演和体育赛事等庆祝活动 人们彼此分享着国家独立的喜悦 让我们在巴西独立日这一天 齐心协力 共同为巴西的发展和繁荣努力 继续传承和发扬巴西的多元文化 和国家价值观